小水池 有水池就要注意了 那就是真正的 這裡的大問題 只要看到水池 就知道有風水上的一些 觀眾朋友記得在方位上面 有幾個方位要特別注意 不適合擺放 那也就整個社區裡頭 如果水池在你的南方 會在心臟血管 血管系統會有隱瞞 正西方 那麼跟這個所謂的東北方 都會產生這個所謂前臺上面 漏臺的一個問題 那這應該要怎麼樣化解呢 像化解 中國文會講述把他人 不行 搞不好對面那一棟來講 是一個超好旺財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剛才提到 如果也許你面對著我 你是那一棟方 我是這邊這一棟方 你的正東方在這裡 可是對我面對的是西方 所以你好 因為我不一定好 是啊 那這時候觀眾朋友可以採用一般來說 可以只用靜面的這個所謂玻璃 不一定要什麼 什麼三眼症 什麼之類的都不用 你只要在外面 對只要用玻璃性 玻璃那麼一塊 玻璃一塊 對 它好反射在這個所謂的水池的位置上 好就看水池在哪裡 對 對對對 不用照到水池吧 不用不用 因為只是照到外面而已 對啊 那外面至於這個比較低的部分 我就會建議可能用板子把它遮起來 再遮起來 遮起來 全部還是要遮起來 那剛剛特別講到就是說 姐姐的這個身體狀況其實不適合 工作也好 對我們幫姐姐看一下 好看一下姐姐的房間 好 對這應該是姐姐的儲藏室吧 我是想看姐姐的房間 睡到的地方 不可能姐姐睡這裡 對啊 姐姐睡這裡 可是這裡沒有地方可以睡啊 這裡 姐姐睡哪裡 你說這 把棉被撐 這我就直接應該都是沒有在用吧 你看不然都上面一層灰塵 你不是手在過敏嗎 沒有 我手過敏癢到成這樣子 對 你看灰塵 那個灰塵應該也十年沒有開了 對啊 而且這一件牛仔褲應該好久沒穿了 這寶寶是一個寶寶 真的已經猜不出那是什麼東西了 但是鐵開這些東西姐姐捨不得丟之外 對 它的房間是有煞氣的嗎 因為原本看起來是蠻方正的耶 其實它真的還蠻方正的 是 但是這個方正中間呢 其實它的旁邊的這個我們講說 可能它的一個擺放的東西就有一些關係 比如說第一個當然其實你說環境一頭 那從這個大門往裡面看的時候 最內車最內的對角應該是一個財位 對 可是你看窗戶基本上第一個先開到底 是 那當然這個可能我們所謂的這一間 如果就算它是財庫 它也很難那麼保留起來 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可能這個姐姐的工作上 財運上 可能一直受到影響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問題 對啊 那這個財位應該要怎麼辦 是把這個 這些東西 對 什麼音樂啊 CD啊 所以它如果換一種窗簾 是真正的 那上面灰塵已經有點重 對 有點 就是這種窗簾把它做滿到這裡 對 對 它就營造一個小柴位了 對 所以我比較建議是說 第一個我這個窗簾布 也許我可以這樣講 把它分成兩大片 兩大片 一片是在那邊拉下來固定的 一片是這邊打開來 讓裡面有光線進來 但是它在工作上 它不是一直有想要什麼突破嗎 是喔 因為人總會有找工作的時候 對 可是它就會上網燈104啊 111等於營這樣 然後燈進去以後 就是等候通知 就是等電話這樣 對 要等多久 等了將近一年 蛤 就是你們什麼 他們就是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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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然後缺都沒有人打來 有還是有 但是就是因為執照的問題 那執照還沒辦法 就是趕快去 所以他不去考這個執照 也就沒有辦法再找到一個很好很穩定的工作了 所以現在真的最重要就是叫他去考執照 對不對 對 我覺得那個部分來說是第一個 首先它的積極度護構 那積極度的原因是在什麼 是在本身潛意識裡頭 你沒有安全感 沒有穩定性 那這個沒有穩定性從哪裡來呢 從哪裡來 因為它這樣 它這個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它的正前方這邊 用的是這個所謂的鏡面 玻璃面 玻璃面 玻璃面的這個所謂櫃子 你有沒有發現玻璃面櫃子 它其實有時候反射是可以看到自己 是啊 對啊 它跟鏡子一樣 超明顯 就像照鏡子一樣 而且我都看得到我的黑眼圈 我才看到我的髮令紋 你看那麼清楚耶 好清楚喔 那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常常聽到 鏡子如果照床 會第一個 會讓什麼夫妻之間 會有什麼感情上 終於出現問題 是 我想這個部分 姐姐應該在這方面 可能還沒有什麼進展 應該是這樣子 目前是空窗期 對 交不到男朋友 對 是不想交男朋友 還是交不到 因為有一些時候 後來真的 交不到 後來後來 後來姐姐這樣會不會不高興 不是 可是人家之前曾經有交過 還有 他要想 你是這樣 交不到 可是之前應該曾經有交過男朋友 有 到牽手就 為什麼姐姐那麼害羞啊 牽手就分啦 她以為牽手就還暈了嗎 姐姐在怪逃是不是 不然怎麼這麼快 是因為個性 比較害羞型的是不是 嗯 個性吧 個性的問題 比較內向 內向 對 那這裡有姻緣嗎 可以幫她加強一下嗎 有桃花 要改善姻緣跟桃花 我想第一個 先把精面的部分遮起來 有一種是 他用木皮貼紙 直接外面貼起來 感覺好像 就是一整組這樣子 這個部分 除了可以改善 剛才提到 他可能在感情 包括在心理上的 所謂潛在的穩定度以外 第二個部分 就來了 所以他工作上面 他比如說 可以讓他比較積極 因為要鏡子反射的時候 對 潛意識是在 潛意識是在不穩定的情況下 是 所以你很多東西 你包含工作 包含這個剛提到的 婚姻感情 都會產生一些狀況 是 所以這個要把它 再處理一下 這還蠻容易的啦 很容易 對 好 我們跟姐姐說 為了她 想要約她自己的夢 是 少一點結婚 找到好的對象 對啦 但是我真的要找到好對象在家 對 不如不要家了 是 很麻煩 對 對啊 兩個人婆媽 我都要欠誰啊 重點是今天的主角 媽媽已經還沒等很久了 媽媽看一下 對啊 媽媽 媽 我們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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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的房間 除了靜照床的問題 房間這麼凌亂也會影響桃花 想要有進一步的發展 就趕緊把房間清一清吧 媽媽的房間好滿喔 好多東西 媽媽房間真是有清康障高原的感受 一眼望不換 哇 你看我們都得坐在床上了 已經沒有地方可以走了 你知道嗎 媽媽真的是很欺負耶 是啊 媽媽的都不簡單啦 很輕輕的 人家剛好像說 我第一次坐媽媽的床 因為當時媽媽以前其實是比較有威嚴的 媽媽以前是女強人嘛 女強人嘛 然後退休之後現在比較過著比較清閒的生活 而且在念經啊 整個心啊 都有改變 轉變 但是可以感覺出她對媽媽的恐懼 沒有辦法敬畏還是在的 對 對 會不會跟那個門有什麼關係 總是會有一些小鬥嘴啊什麼的 這裡好像就是有門對門嘛 對 對 因為其實剛好這個門呢 跟對面這個姐姐的門 她的房門是針對的 那所以這個一般來說的話 代表說這個父母親 也就是媽媽跟這個子女來說 比較會有一些口角或爭執 那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通常你說真的說的 所謂的門對門 你會發現她其實可能 在其他位置上 她都有掛一些門簾啊 或什麼小小的 反而倒是這個所謂的 這個正式的這個門對門 她沒有把它遮掛 沒有掛 所以就變成有一些小口角 對對對 所以會跟姐姐會 多多少少 多多少就是因為 紙箱上面的一些問題 什麼紙箱 是姐姐以前在做紙箱 還是媽媽 媽媽先進入 先進入 那這為什麼是有什麼好處 對啊就是一起好好的 可能媽媽就是買一些產品 對 姐姐就覺得說要四口子 好啦那把這個門簾加上去 媽媽跟姐姐應該看法 也比較一致了吧 對 如果門簾加上去的話 就讓她比較稍微 可以稍微折平 因為兩個人如果有那個 總是有一方先避頭 這起來比較好 對 而且你有特別講說 你想找我們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發現一個東西 你非常納悶 對就是 走走走 啊 啊 啊 究竟是什麼殺妻 讓主持人臉色鐵清呢